美国洛杉矶当地时间2017年9月13日上午9点 前央视主播曹晴及其老公土周恒 相互申请限制令一案在位于洛杉矶县 林阳谷的加州高等法院开庭审理 这是该案第二次庭审 最终因证据不足 法官驳回了这两份限制令 限制令是一个由法官签字发布的命令 获得限制令的人将不能以任何方式联系 和接触申请限制令的人 换句话说 庭审结束后曹晴和土周恒 双双宠获联系和接触对方的权利 庭审过程中 曹晴和土周恒向法官提供了与恐吓虐待相关的证据 但均被法官一一驳回 例如曹晴拿出过期食品照片 法官回报说 食品过期并不表示有危害 曹晴拿出土周恒抢他手机的视频 法官认为这仅是普通的家庭争吵 曹晴说自己被老公伤到住进医院 而却拿不出任何入院文件和证明 曹晴又拿出自己瘦弱的肋骨照片 以证明老公不给食物吃 法官则认为没有身体其他部位做参考 无法证明这肋骨就是曹晴本人的等等 土周恒当天由自己的辩护律师 他本人在法庭上 陈述的受虐理由是 曹晴曾拿走他的食物 并曾谎称自己被打 并叫警察来家里抓他 最终仍然以没有直接有利的证据 法官认为曹晴不构成对土周恒的虐待 总之法官当天的判解是 博回曹晴和土周恒相互申请的限制令